長大的 更大的挑戰 適應台北的生活 台北的人群 台北的城市 台北的氣氛 台北的速度 其實一直讓我去反省到說 有沒有不在台北生活的可能 有沒有讓每一個年輕人都回到 都在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都在自己的家鄉去生存的可能 那這件事情意味著什麼 就意味著說 台北它一旦能夠擁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 到城市裡面工作 它就能夠越快速的去接收反應 它就能夠成為 它就能夠繼續的從資源很多的地方 變成資源更多的地方 然後變成資源非常多的地方 然後在其他的鄉鎮 在其他的城市 比如說台南 比如說雲林 比如說走六 它就只能夠不斷去面對 城市人口老化的問題 然後城市人口沒有辦法發展 然後城市的經濟跟產業 就透過像六星這樣 二級產業 或者是其他產業的後作用 跟後果來填色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件事情到底跟不正公投法有什麼關聯 其實是我一直在想的 我一直在想的問題就是 其實人民做主 人民當家是什麼含義 我們要什麼做主 我們要什麼當家 我們只能到台北才能做主嗎 我在台南 陳大林二社 在參與議題的時候 今年三月 證明立法院行動的時候 我們都會開玩笑說 好像我們想要成為一個公民 好像我們想要成為一個有參與在 公民行動裡面的公民 我們就只能到台北去 台南沒有 就連台南和參與公民行動的空間 都是相當被動的 都是相當附屬的 那這件事情 我覺得當我們今天開始在談 普正共投法 普正共投法 它的目的就是要落實直接民權 去對抗我們現在看不慣的政客 看不慣的政治生態 我們去對抗這些看不到的 而且看不慣的政治生態的時候 我們提出了解決方法 導國前進提出的解決方法就是 我們要能夠從現在你們大家每一個人手中 我們的每一個人手中 去拿回我們原本就屬於公民 屬於台灣人民的權利 那我們要怎麼去拿回權利 我們就是要自然在哪裡去拿回權利 難道我們只有不斷不斷的到 把人力輸出到台北 就連抗議的時候 或者是平常工作念書 就連抗議的時候 我們都必須要把人力輸出到台北 我們才有辦法去造成台灣政治生態的變革嗎 我覺得不是這樣 我一直想要相信 我一直想要找到 在每一個地方都有我們去促成改變 都有我們去造成台灣 向前進變得更好的方式 那這個方式到底是什麼 我們今天簽完一張公投連署書之後呢 我們今天簽完一張公投連署書之後 我們就期待著導國前進可以幫我們把這些公投連署書交到公審會 然後公審會就會通過 然後我們之後就會有個公投法的下層門檻的這一則投票 我們就可以去投票 然後我們就人民自主了嗎 我想要 我自己一直在想這樣子的問題 雖然作為導國前進的成員 可是我也希望導國前進是真的前進 可以更前進 而在前進的過程當中 不是只有台北前進 而是每一個城鎮 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人 都真的能夠看見自己身邊的意思 然後真的能夠留在自己想要留在地方 所以 我想要說的就是 我希望 未來 有機會 我們在電視上關注的 不只是連勝文跟柯文哲的競選消息 其實這個年底要進行的是全台灣的 各級候選人跟縣市級候選人的選舉 可是我們在電視上好像從來不知道 我們只知道其他縣市在發生什麼事情啊 我們只知道今天神豬說了什麼 我們只知道今天柯P說了什麼 那雲林縣長呢 那臺南縣呢 那臺南縣呢 那畫縣在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這完全不是台北人 所以我們貫注的到的方圍 我希望有一天 我們是真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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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自己想要 呆的地方 不管是從事農業 從事服務業 我們想要開一間咖啡廳 我們想要種一塊地 我們想要到農業的大盤商 我們都真的能夠不必再去對抗那種 往台北的拉力 那種往都市 往城鄉 沒有辦法留在自己故鄉的拉力 我看到太多的朋友 我看到太多的人 想要留在自己的故鄉 讓自己凋敝的故鄉 讓自己已經人口老化的故鄉 變得更好 可是沒有辦法 我相信在座非常多朋友跟同學 其實也不一定是雲林人 或者是說你是雲林人 可是你早就已經準備好 你要念大學的時候 你要去高雄 你要去台北 你要去台中 我自己的願望是這樣 我也希望早國前進在未來 持續不順公投法的過程當中 我們是真的去能夠實踐人民做主 人民當家 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當家的願望 我們今天完成了公投法之後 公投法修法之後 大家想想看 假設今天公投法門檻降低了 今天公投法門檻取消了 再也不需要50%的公投門檻的時候 我們到底希望公投法可以投 那投什麼樣的問題 投台灣獨立嗎 台灣獨立之後 我們是不是還可以去投 我們是不是還可以去選擇 比如說六青要不要留在賣寮 六青要不要投 留在雲林 比如說何分要不要繼續留在藍寓 比如說何分要不要繼續留在藍寓 比如說高雄是不是能夠 不要有那麼多的實化工業 這是不是我們的公投法 未來也能夠持續地去 為台灣的每一塊地方 每一個鄉鎮的人去貢獻的地方 它不只是為了兩岸關係 為了台灣獨立 而希望去成就的公投法 下説我們看 好 那麼 就是我今天 下午在雲林這裡的時候 我仔細地在想 到底雲林 我可以跟雲林有什麼樣的關聯 我是一個高雄人 我是在台南念書的人 我可以怎麼樣去想像得到 雲林未來可以有什麼樣的方式發展 然後在雲林可以有什麼樣的希望 這是我想得到的 這是我想得到台灣 這是我想得到島國前進 可以帶給雲林這個地方的期待 那 呃 我想要邀請大家來跟我喊一下口號好嗎 那 我想要邀請大家來喊一下口號 好 百萬共同聯署 百萬共同聯署 島國前進民主 島國前進民主 百萬共同聯署 百萬共同聯署 島國前進民主 百萬共同聯署 百萬共同聯署 島國前進民主 ﷻ 百萬共同聯署 謝謝大家 intensive istance 谢谢大家